大家好,我是阿金 今天的灯光有没有注意到有点不一样 之前都是在天还亮的时候给大家拍视频 今天我想要尝试一下在这种室内光源下给大家录一个视频 因为今天这个视频比较居家 所以我想有一个居家氛围感的灯光 疫情开始以来大家都在家工作了 所以我每天在家的时间就基本上是24小时乘7天 基本上除了出门买菜都不怎么出门 所以在家的时间一增多的呢 我就会放更多的注意力在我的居家生活品质这件事情上 所以这段时间呢就好好的充实了一下我的家 现在它终于像一个家了 之前感觉就是晚上回来睡个觉而已 因为我也不想做饭 最近也开始做饭了 所以就使用这个家的频率明显变高了 那么今天想要跟大家推荐的这些东西呢 就是我觉得拥有它们会使我的居家幸福感提高的一些东西 会让我觉得宅在家里也挺有意思的 先从它吧 我实在是不知道从何说起 It's a long story 这个是我在shopper's买的礼肤全的泡沫截面 这应该是我买的第三瓶了 所以我可以非常有底气的跟大家说 它真的非常的好用 我当时为什么会接触到这个截面呢 是这个样子的 我当时去做了伊美Flexal Laser 然后做完之后整个脸就是肿那种通红 并且都会有发红脱皮那种样子 就非常的敏感脆弱 就不能用我之前平时大油皮用的那种什么磨砂截面 用了那个我觉得我就死翘翘了 就需要用一些非常适合敏感肌的 然后我的首选呢当然就是药妆了 并且是适合敏感肌的非常温和的药妆 然后我就做了很多功课 搜来搜去 最后觉得可以尝试一下它 我就买了 结果没想到伊发不可收拾 我就用了三瓶了 还把它安利给了身边的无数姐妹们 大家都觉得非常好用 这个泡沫截面呢 它洗得非常的干净 它官方的说法呢 是说也可以帮你洗去你的妆makeup 但是我没有试过 因为我还是对截面可以帮我卸妆这件事情 感觉有点心理抵触 就有点不太相信 所以我还是习惯先用卸妆膏卸去我的妆 然后再用它就是纯洁面清洁的功效 对了真的是洗得非常干净的一支洁面 并且洗完之后 我的脸的摸起来那个感觉 是让我非常舒服的 就不会紧绷不会干 但是又不会是那种假滑的那种感觉 我特别爱这支泡沫洁面 然后挤出来泡沫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泡沫 非常的绵密 就不会是那种出来非常吸水含量特别多的那种 完全不是 并且它是你看能够定型立在这里 它整个内里非常的绵密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点 我觉得它基本上是一款任何肤质都可以用 你想我当时做完医美那种皮肤都可以用它 那肯定所有敏感剂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可以放心大胆地用 并且我记得睡前应该只有22刀左右的样子 性价比超高 这个是我特别推荐的一支截面 然后想要给你们安利的呢 是这个 洗手液 这个是我在这边的Bath & Body Works买的 我之前大概是买了12瓶吧 用了现在用了一半多了 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泡沫洗手液 我好像比较喜欢泡沫类的东西 包括沐浴露我也是喜欢这种泡沫的 因为我比较懒不太喜欢打泡这个过程 这个泡沫呢就会让我感觉我自己被温柔的对待了 这个是我非常推荐的 因为它不是很贵 性价比也蛮高的 并且味道的选择非常多 然后它很多味道都很好闻 非常清新 是那种它会让我爱上洗手这个过程的这么一个洗手液 真的 在家时间长了呢 就是我洗手的次数肯定也会变多了嘛 所以洗手液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 并且现在疫情的状况下 大家对洗手这件事情真的要非常认真的对待 所以这个洗手液就是我非常想要推荐给大家的 它的泡沫出来跟这个是有的一拼的 它们两个真的泡沫都非常好 然后这个按压头我也非常好用 这个肯定放心 哦这个里面竟然还有维他命E 我之前都没有认真看过 它后面有写它里面有维他命E 是一款比较保湿的洗手液 OK 嗯哼又多了一个加分箱 我给这有点像一条龙推荐了 我接下来要说的是一支护手霜 是我最近很爱用的护手霜 是Fresh的这一款 是之前Sephora买的 在家的时间这么异常呢 洗手的次数增多了 你的手必然就会觉得很干 所以对洗手液 赔不是洗手液 所以对护手霜的需求也会增加了 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 我最喜欢的洗手液 其实是螃蟹树他们家洗手液 因为感觉非常的清爽 不油腻 我喜欢那种感觉 但是我现在发现 手特别干的时候 他们家的那个护手霜 我之前说成了洗手液吗 护手霜 他们家护手霜会有一点点 不够滋润的感觉 对我来讲 所以这一支 就是在这种时候 我非常需要的 因为它是有一点点厚重度在里面的 就比螃蟹树他们家 你使用起来明显感觉会 是不一样的感觉 那个就推开瞬间就吸收了 但这个你会感觉 OK 它在我的表面 有形成一层膜的那种感觉 但是好在 它虽然有一点点厚 但是它不会给你一种 非常油腻的感觉 我非常讨厌 就是护手霜 突然之后感觉 哦好油腻啊 粘在我手上 我就特别想要甩掉那种感觉 很难受 但这个不会 嗯 刚好我还没有护手 护一下手 刚查了一下 这个Sea Berry 是Fresh独有的一个系列 它有一系列的Sea Berry这个产品 然后它这个里面是含有Sea Berry Oil 然后有Cranberry Seed Oil 然后跟乳木果油 就是都是比较滋润的 然后减少细纹的 但我一天实在是洗太多次手了 我觉得对我来讲 它只要是滋润度够就可以了 这一支是70毫升的 就还蛮大的一支 就比较适合放在家里 我基本上都会把它放在我的工作桌上 然后洗完手之后 或者是手干了 我就会拿起来擦一下 然后想要给你们安利的 是这个我觉得就是居家必备 应该人手一支的 澳洲的木瓜糕 我最开始知道这个 是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 然后去澳洲交换的时候 当时第一次知道这么个东西 但是觉得好神奇啊 因为这个对你平时日常的一些伤口 比如说烧伤啊 烫伤啊 划了一个刀口啊 就那种小伤口 这有非常有效的效果 能够帮助快速愈合 并且不会流疤痕 超级顺气的 哦 还有蚊虫的叮咬 也是可以的 这个在澳洲真的就是 每个家庭必备 就每个家庭都会有的 小小的一支 然后非常好携带 走哪带哪 它里面 你们看它里面的这个油啊 是这种透明 有点 我不是说透明吧 就是半透明 然后这种淡淡的黄色的 看得清吗 这种淡淡的黄色的这种膏状 就是你涂上 其实是有点点感觉 哎呀 护住了厚厚的一层 但我觉得恰恰就是需要这种效果 就是我一般都会涂一坨 在我的伤口上 让它直接就隔绝 跟空气的接触 这样基本上 我晚上涂上 睡一觉 第二天早上起来 结果我的伤口 就会明显有改善 非常好用 我还挺开心 我在加拿大这边 也看到有卖这个的 现在因为做饭了嘛 就非常容易 一不小心就切到自己 或者是就刮蹭到 非常容易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超级需要了 在这种时候 OK 在我们说下一个之前呢 我想插播一个 因为我感觉 这个放在哪都不太合适 我想跟大家推荐这个 是一个手机支架 我前一段时间 在Amazon上买的 我买它是因为 它跟我的电脑支架 就感觉像是一套的 就全部都是这个颜色 然后这个材质 我就很喜欢 非常简洁的设计 我之前一直有一个困扰 就是我的手机 我在跟我妈视频的时候 我没有地方放它 我就一直手拿着它 尤其如果它在充电的话 我就更加没有办法了 我之前可能还把它靠在哪里 就立在哪 但是如果在充电的话 我根本没有办法 我只能拿着 就特别累 所以我前这个时间 就终于买了这个 然后有了它之后 我觉得我的双手 整个就被解放了 我本来就把那个手机 给你们看一下 它刚好现在在充电 你看 然后我就给它 放在这儿 特别棒 然后我就可以 跟我妈继续试试 然后这个是 可以一直调节 这个角度的 你们看 可以弯到这里 大概 这有多少度 超过180 我估计有200多度吧 对基本上 你放什么都可以 包括我放iPad 放在这也是可以的 因为它的承重能力 还是蛮厉害的 是挺结实的 这么一个构造 这个超级喜欢 OK我们来说下一个类别了 我想先跟你们说这个 没错 这是一个碗 这是我前一段时间 在这边的Line & Chest 一个家居用品店 淘汰的碗 我特别的喜欢 当时我就被它 这么一个设计吸引了 就是透明的 然后再加上 这么一个金边 而且你看它整个这边 它不是光滑的 它是这种非常自然的 这种粗糙不平的表面 这种感觉非常的好 我就很喜欢 买回来之后 我每天都用它 我感觉就是 它会让我变得像吃饭了 我觉得这个碗实在太漂亮了 就用它来装什么 我都觉得特别的好看 但是它有一个唯一的缺点 就是它不能够 放进微波炉里 应该是材质的问题 它没有办法放进微波炉里 这是唯一的缺点 除此之外 我觉得它整只完美 没有遗憾 而且大小也非常的够 我装什么都可以 基本上 汤呀什么的 都是没有问题的 我其实最近有在流星 发现一些漂亮的碗呀 盘子之类的 想要把家里之前的 那些都换掉 因为之前我不太怎么做饭 不怎么在家吃饭 就不太注意这些 所以买的都是非常基础款的 那种白色的网样 以及盘子 就没太有设计感 但最近由于 在家待了时间久了 然后自己也开始做饭 吃饭了 就会开始挑剔这些东西 就想要换成更好看的 就觉得会更开心一些 他们家有很多东西 确实还是蛮棒的 我突然想起来了 还有这个 我忘记跟你们讲了 这个是我之前 在他们家逛的时候 买到的一个 就是那种餐垫 就薄薄的这么一层 然后但是这种 我不知道这个灯光下 能不能看得出来 它是这种 有一点点 透光这种珍珠白的颜色 它不是纯白 它是因为珠光色的感觉 我当时觉得 好像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就有一点闪闪的样子 然后它这个勾线 是蛮密的 你们看 这缝隙其实很小的 就不太会有一些 食物的残渣之类的 漏下去不太会 都会在上面 收拾起来就会比较方便 这个也是我觉得 自己做饭之后 我觉得超级好用的 一样东西 然后是一些 跟做饭有关的东西 因为我最近开始做饭了 所以开始研究这些东西 首先我想要跟大家推荐 这么一个罐头 鸡汤罐头 这个基本上在这边的 所有超市都可以买到的 就华人超市 线人超市都可以买到 这个是浓缩鸡汤 大家不一定要买这个牌子 随便什么牌子都可以 我也试过其他牌子 基本上都差不多的 我是被朋友安利了 这个东西之后 我就发现我完全离不开它 真的太好用了 像平时煮蔬菜啊 因为我会比较喜欢 煮一些蔬菜来吃 如果你用白水煮的话 非常的没有味道 但如果你用鸡汤来煮的话 就非常的营养 然后又非常的鲜美 还可以把汤都喝掉 包括我会用它来煮米线啊 然后自己煮火锅的话 我也会用它 然后代替白水 我觉得它会让我的 就是水煮一切 都变得美味且营养了 我超级喜欢 这一罐基本上可以用一次 非常的好用 而且又很便宜这一罐 我特别后悔 我没什么现在才知道它存在 我现在每次去超市 我都要囤个四五罐这样子 那跟鸡汤一起 想要跟你们推荐的是 这么一个酱 但是被我撕的有点难看 你们看 但证明我真的有在吃它 这不是一个广告 真的就不剩下啥了 你们看 这是一个泰国酸辣酱 其实就是东英公酱 然后我当时买这个是因为 我前段时间特别喜欢 这边一家餐厅的鱼汤米线 我一般都会点东英公口味的 超级爱 我特别爱 真的是 我觉得每天吃它都可以 那一段时间 但那家店离我家其实有一定距离 我每次点外卖 其实不是很方便 并且运费又很贵 然后我想说尝试一下 看自己能不能做出来 然后我在超市买到了它 并且买了米线 然后回来我自己拿这个鸡汤 他们两个一起去尝试去煮 煮完之后 我觉得真的跟卖的有一瓶 我都怀疑 他们是不是也用的是这种酱 它是有一点点辣在里面 但不会特别辣 因为我是一个不太能吃辣的人 但我觉得它的辣度是可以的 如果你觉得很辣的话 就可以少放一点 然后可能要加点盐 不然味道可能会不太够 然后是想要跟你们推荐的一个 新奥尔良烤鸡腌料 这个 一定要认准是这个牌子的 因为它有蛮多种不同品牌的 我也试过其他的 最后觉得这个是最正宗的 前段时间就特别迷这个 新奥尔良烤鸡腿啊 烤鸡翅 然后每周五自己都会烤满满的一盘 就用这个腌料 我觉得好好吃啊 就觉得自己烤的怎么可以这么好吃 我对新奥尔良的爱 我觉得应该源起于小时候吃 肯德基还是麦当劳 他们应该有新奥尔良鸡腿宝 这么一个东西 那个应该是我当时最喜欢的汉堡口味 因为我不太喜欢吃炸鸡 这些油炸的嘛 那除此之外 其实选择也没有那么多了 我基本上烤的时候 都是前一天晚上 然后把它放进去 就一整包放进去 然后腌好腌制一晚上 然后第二天下午的时候再去烤 烤出来那个味道就会比较入味了 然后超级好吃 我连着吃了好多个星期 直到我觉得OK stop 我可以歇一歇了 但是买了很多包几个烤料 现在只剩下这一包了 它也有卖整个一个大包的 就不像这样45克 就很大一包 这种家庭装的感觉 但是我会觉得那样子可能不太好存放 因为毕竟是粉嘛 它如果吸水潮了就不太好了 但如果大家家里人比较多的话 我觉得那种还是更划算一些的 我刚刚去换了一下电池 没电了 幸好我去换了个电池 因为我发现我差点漏了一样 想要跟你们分享的东西 它一直在地上躺着 所以我差点忘记它 有点大有点重 给你们看 就是这样一个坐垫 它真的很厚重 很大 很厚重 这里还有一个提手 可以这样提着它 这个坐垫 是之前在Amazon上买的 为啥需要这样一个坐垫呢 因为我平时吃饭的桌子 是一个那种矮角的 像咖啡桌一样的coffee table 我就需要坐在地上 我也喜欢坐在地上吃 但是我之前的那些坐垫 我就感觉你看上去 它很饱满 很骨 然后你一坐下去 你就觉得自己 还是跟坐在地上一样隔 就坐久了 就很不舒服 我就特别想要一个柔软的 然后 但是你太柔软了 又需要能承重 就是既柔软又能承重 让我感觉 嗯 坐在是软软的 不是坐在地上的那种感觉 然后就找到了这么一个坐垫 它真的非常的结实 你坐在上面 完全不会把它坐趴下去 就它还是 整个一看 就你不太能给它 中间我也不知道填充了啥 但是你就感觉你没有办法 就是给它完全坐垫 哎呦喂 还挺重的 这么一个坐垫 坐上去超级舒服 但是我买回来之后发现 它已经变成我们家猫 一个新的窝 它们晚上基本上都会在 上面睡觉 它可能也觉得这个挺舒服的 跟它的窝差不多 所以现在上面全都是那猫猫 我坐在里面的个别摊 全是猫猫 我每次坐上去的时候 我一站起来 就裤子上 全是沾的猫猫 没办法 现在这个是我跟我们家猫共用的坐垫 但这个我真的觉得买的蛮值的 我挺满意的 然后我朋友之前来一坐 他就说 哎快把链接给我 因为他也是喜欢坐在地上吃饭嘛 特别需要这样一个坐垫 OK那这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啦 如果大家觉得有非常好的居家好物的话呢 也欢迎跟我分享一下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